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患癌症的赌业巨亨 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创办人艾德森世世 在年87岁 在美国波士顿贫民区长大的艾德森 12岁向亲友借200元美金在街头卖报纸 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曾经创办超过50间不同企业 在上世纪70年代 趁着个人电脑的兴起 创办电脑供应商展览会 可以说是赚取第一桶金 在艾德森55岁 即1989年 以1.28億美元 购买当时拉斯维加斯的金沙赌场酒店 开展了他的博彩事业 自称是拉斯维加斯金沙第一位雇员 其后原子重建成威尼斯人度假村 引入室内的混合设计成为一时佳华 随着2002年澳门岛权开放 艾德森最成功的赌注 是将赌业王国拓展至澳门 成为第一批外资博彩集团 拿到澳门博彩牌照 首间赌场澳门金沙2004年开幕 其后开设威尼斯人 巴黎人等赌场酒店 而金沙中国也在2009年登陆本港股票上市 股份以十个三毫八招股上市 2012年掩蓝 根据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艾德森身家351亿美元 全球富豪榜排名36位 而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 艾德森曾经是美国第三首富 但海啸之后 拉斯维加斯金沙股价大跌 她的个人财富大缩水 但无损她对澳门赌业的信心 I didn't lose 90% of my health But I don't know why the price of our stock went down We are by far the market leader We have 40% of all the profitability of Macau 除了博彩事业 艾德森为人所知的是 多年来一直是共和党的大金主 2016年以及2020年都大力支持 特朗普竞逐总统之位 根据一个非牟利的研究组织 直至去年11月数据 艾德森夫妇去年对共和党捐欠 1亿7千万美元 当中包括支持特朗普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7500万美元的撥款 在犹太人的艾德森 辛平亦为以色列作出巨大贡献 包括增加以色列在美国的地位 被形容是历史上对犹太人 以及以色列等最大的捐助者之一 亭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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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